这外交场上中国前世界第一 这绝不是美国 而且到现在美国人 由于极端的利己主义和美国两党的竞争 就是我从2017年爆料说的 中国共产党要利用的美国的内部的政治钟摆效应 每四年一次最多八年 钟摆效应两党之间啪啪啪在这中间玩 这一次只不过是双方各取所需 目的是上哪去了 沙特中东有数十万人民币 接下来对香港台湾国内经济隔离清零疫苗 一堆的好政策 房地产金融一堆 让这些奴隶们啥兴奋了 又无限希望了 接下来又开始跟你关掉 只有你关到院里的时候 再放出来你才能吃更多少 美国呢 美国不知道 共产党人家是有什么 一带一路五年计划 两个五年三个五年两个百年计划 对你美国的蓝金黄3F是一点都不会停 所以美国西方威严 最终牺牲这次就是台湾保护法案 最大的这次牺牲就是台湾 习跟他说的交易就是台湾 建设了更多的生化武器实验室 咱不信走着前往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中美之间只有共产党倒下 没有任何可以帮助美国的 只有共产党倒下 不管两方如何的演习都是如此